我们来做的是有关于平行线方程式 跟点到两个平行线之间的距离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的是 通过三期且平行直线 来我们来做一个图 让同学比较容易了解 这是2x-3y等于5 那么题目问的是说 有一个直线的话呢 它跟它平行的 而且它通过什么 三期 那么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题目的话呢 有两个做法 其实都很快了 一个做法就是先把这个斜率先算出来 这斜率是多少呢 三分之二 然后再用点斜式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比较聪明的方法 是我们设这条直线叫做 2x-3y等于k 然后再把三期带进去 因为它过了三期 所以三期带进去要合 那么这个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 我们就采用的是这个方法好了 我们设这条直线叫做 2x-3y等于k 那么将三期带进去 来带入三期 于是得到的是 6-21y等于k 所以k是多少呢 k是-15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算的是 两平行线的距离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有背过 两个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吗 那么我们 把公式先列给各位同学 两平行线的距离公式 这两个平行线是这样子的 ax加by 等于我们一个叫做c好了 那另外一个是ax加by 等于d 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 什么算呢 距离是等于根号 a平方加上b平方 分支 死一减地 那么各位同学 你可以不要背 为什么不要背呢 因为我们要不要背的是 点到直线的距离 如果我们要知道 点到直线的距离的话呢 那更重要了 点到直线的距离 是x0 y0 到ax加by y加c等于0的话 它们的距离是怎么算的 是根号 a平方加b平方 然后绝对值 ax0加上by0 再加上c的绝对值 那么这个比较常用 这个比较不常用 为什么这个不常用呢 因为你只要是两平行线 我在这个地方随便抓一个点 带下去就可以了 就变成点到直线的距离了 那么我们尽量要节省我们的被公式的一些头脑 我们去做一些理解性的一些做法 比较好 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学 记得是点到直线的距离就好了 两平行线不要算 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 37这个点到它这个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的距离是 直接算一下就好了 根号 这边是2的平方 加上-3的平方 那就是-3的平方 我们就直接写出来了 然后呢 再继续算下去 把37带进去 37带下去 37带下去 37是6 7呢 是21 3721 这边-5的绝对值 底下是根号 4加9是13 上面是6-21 是-15 -15的话 再-5是-20 那就是20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个答案 根号十三分之二十 就是代表的是 这两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